新冠肺炎疫情给不少行业带来冲击 教育培训机构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4月16号 新东方创始人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余敏洪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式探验 疫情初期 新东方经历了一次巨大考验 用4天时间将学生和老师从线下转至线上 以小班互动直播课形式授课 这个考验其实也是蛮大的 因为新东方地面学生 按照人次的话就是接近是400多万人次 那新东方地面的老师 4万多个老师从来没有过 就是在线教学的这样的经验 像新东方的课程寒假班 大概初三初四就要开课 总共就4天时间 那这4天时间我们要跟100多万的家长 和学生去沟通了 他们转到线上 完了要跟4万多个老师进行沟通 告诉他们在线教育应该是怎么去做 设备的配置等等 疫情期间 新东方也成为行业内首批免费向中国中小学生 开放正价课程的教育机构 此外为缓解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局面 新东方计划推出人工智能英语教学体系 还将开设服务于贫困地区老师的学习平台 帮助贫困地区提升教育和教师水平 现在我们已经在对这个应该是有二三十万贫困地区的孩子在上课了吧 现在正在做就是说小学三年级以前 农村孩子英语学习的人工智能化教学体系 在老师培训方面 我们会在农村加强力度 今年开始打算开专门为农村地区的老师开一个学习平台 提供大量的这样的课程让老师自己来学 而且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能够基本考察 这个老师他这个课程学到了什么地方 当然我们也会把国家对于这些老师 必须学习的一些课程也给他融进去 于敏红认为疫情让教育机构 加快了线上线下教育融合发展的步伐 而从长远来看 在线教育将成为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这个疫情之后 这个教学的OMO模式就不会再改变了 只有地面教育能完成教育中间的最深刻的环节 这个环节就是什么呢 面对面的这个情感交流环节 问题探讨环节 还有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 产生的心理上和心态上的正向影响 所有这些东西是在线教育都完不成的 在线教育作为一个补充学生的数据的 收集对学生的徐情情况的分析 疫情的发生也给留学行业带来不确定性和挑战 在于敏红看来 疫情对留学市场的冲击是暂时的 对于留学的冲击都是暂时的 就是疫情一代过去 就是中国的留学一定就恢复正常了 就是国外也不会因为这个疫情 对中国留学经营排斥 从中国家长的意愿来说 它也不会受影响 就是说因为谁都是到中国走向世界 全球化的过程 一定是中国的人才越来越全球化的过程 所以不管从国家到民间 对留学这件事情 原来上不会受大的影响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 对于在外留学生应该如何在回国 和留在当地之间进行选择 于敏红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就留学生很简单 现在已经在那待着的 待着比较安稳的 就是并且安全已经得到了保障的 那就在那待着不要乱跑 那已经回来的就在国内认真等待 但是另外一个建议就是 不管你在外面待着还是回来待着 就是对于知识追求的脚步不要停止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你既不能乱跑 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我觉得更加好的锻炼自己的专注能力 和取行能力 才是真正未来留学生 能够取胜的一个正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